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剧和原著小说的剧情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的 在这部剧中陈美婷饰演的刘子光 可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在剧中光哥的名为也是很多的 而在众多追求者当中 光哥当然是会选择胡蓉了 但是说到合适的话就不一定非要是胡蓉了 今天就来看看包括胡蓉在内的四个女人中 谁更适合光哥呢 一般人不选胡蓉 第四个凑数 首先来看看光哥一心一意对待的胡蓉 虽然胡蓉的父亲和刘子光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刘子光也是被逼无奈的 胡蓉的性格呢 也是很女汉子的类型的 什么和歹徒搏斗 什么的完全不在话下 当然 这和胡蓉的警察身份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而和光哥谈恋爱的胡蓉还是很会关心人的 还非常的细心 这两人也是非常的甜的一对 胡蓉和光哥也是非常的合适的 但是有一半的人不会选择胡蓉 因为还有李婉的存在 第二个 再来说说光哥的头号小妹妹李婉 虽然李婉本是一个富家千金 但是这位富家千金非常的有头脑 完全不是一个坐山至空的富二代 李婉不仅商业头脑很高 青商也是很高的 一些商场上的老手 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李婉的性 哥也是很好的 很活泼 很感性 对刘子光那叫一个专情啊 并且长的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也是非常的适合光哥的一个人 一般人都会选择李婉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美丽的独笑绿莎了 作为金碧辉煌背后的大boss 长的也是非常的漂亮的 非常的性感无奈 而且对刘子光也是非常的喜欢的 但是这个女人的背景和身份都是很神秘的 而且非常的有诚服 也就光哥能和他玩吸引吧 不过光哥是不会喜欢他的 他两一争一鞋也是不合适的 第四个就是凑数的美姐了 真的就是凑数的大家想都不要想了 光哥是不可能喜欢他的 也是不合适的